今日,以色列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兼环保部长艾尔金再次对媒体证,俄罗斯向巡军提供S300防控反导系统的决定是错误的, 因为巡军可以使用该系统击落民航客机及以色列的战机,而这会导致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升级,同时,埃尔金还强调称,若一旦发生针对以色列领土及以军机的任何行动,以包将会随时采取行动,而埃尔金的言下之意更是表露出,以色列方面已经瞄准了巡军这些S300系统,希望续帮不要妄动。 不过,就在以色列再度对俄罗斯放狠话之际,俄梅则报道称,在俄军将S300送给续军后,以色列就在没有在续境内,开展过任何独立的军事行动,对此,俄罗斯卫星网海以S300令以色列代行为期进行了报道。 这也算是9月17日俄一二二十电子侦察机被以色列军机诱到击落后,俄方最有效的反击措施之一,而在俄方的这一反击之外,近日还有消息称,俄此前怀疑的在一二二十事件中可能泄露重要消息的那鬼被找到,其真实身份的是还是许志蒙斯的副师长, 名叫纳吉姆,并且,相关消息还称,这个纳吉姆由于地位较高,可接触到的情报相当广泛,因此,其还曾利用调兵的权力,帮助过某反对派武装逃脱过续军的包围。 而这个纳吉姆的后方卖家则据称是美国,不过,就纳吉姆的结局而言,其在被俄方调查发现后,在俄逊人员未卜的过程中,因赴于完胖最终被击毙。 当然,需要说明的是,就媒体此次传出的有关纳吉姆消息而言,由于逊额观望均未有正面回应,因此,有关时间的窃视情况,即相关细节恐怕也很难攻击中了。 不过,若就类似的情况,其实在叙利亚,也已发生不少,如今年8月,叙利亚麦斯亚夫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埃及兹伊斯伯博士,就遭汽车炸弹袭击死亡。 而对于肇事者序媒体就很直接的指控,是美国及以色列的特工,因为,去介绍,伊斯伯博士的工作,主要是负责带到导弹研发,且还很可能涉及到了化学武器。 因此,暗序迷的描述,出行局受到保护的伊斯伯遭遇袭击,除美以特工在背后进行策划实施外,其出行的详细信息,也极可能被内鬼出卖,才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